吔楼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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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嘷罗揹叨mina 吔楼梯��aan 笑叶枝叶 殷 Storm 看什么....在粉碎 却忘了我 該拒絕這個世界 總是有我跨越不了的界限 愛我的遺憾和後悔 感謝誤解將我痛快擊虧 讓我掙扎褪跌 磨練出燦爛堅決 這是我的眼淚 我知道我不完美 也是苦澀的摧烈 也是來自心裡面 出燦時的滾燙熱烈 這是我的眼淚 我知道我不完美 謝謝 謝謝 張超涵 謝謝 好 我聽的歌 謝謝 我覺得妳在唱的時候 就讓我想了 有看過她哭嗎 其實她不常哭 不太常 不太常 就是小小弱弱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總是讓人家要 她總是希望人家看到她堅強的一面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好像每次站人家面 哭去覺得很別扭 然後我就會覺得 感覺哪裡怪怪的 但是2013年對張小孩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年 她自己成立了天涵工藝 對 天涵音樂 自己做自己的老闆這樣子 然後自己創造了品牌 對… 而且開了實體的店對不對 對… 小小的女子 妳強人 我以為是跟那個燕姐一樣嬌羞 但是只是今天我上來比較高一點 妳的鞋 妳家的鞋都這麼高嗎 沒有 就也有平底的 然後也有那種 就各式各樣都有 所以 對 但是妳知道 其實今天為了她來 我還特別穿了一雙新鞋 很好看 好不好 很好看 我們女人講到 對 我們女人講到鞋就是一個 其實妳也是買鞋買出經驗來對不對 我 對 因為可能也是工作的關係 所以好像每一次 就一定要穿不一樣的 不然粉絲都會說 不是啊 妳那個鞋子已經穿了兩遍三遍囉 就還會跟我們講 各位 鞋子是跟了自己一輩子的 但是我們女人就是找個理由說 對…真的是這樣 這個鞋子生意好做嗎 Yes 也是滿辛苦的 也是滿辛苦的 對 很辛苦 就是我覺得隔行如隔山 真的講隔行如隔山 但是真的到自己做自己的那天 我回去打開 不容易打開 我跟妳講 是 對 這個 我跟你講 我找CD就找了半天 因為 妳拿出來 我先介紹 拿出來然後妳就看到 這麼大張…妳看 妳就會被這個照片吸引 就看了半天 然後又再看這邊 這邊…是照片 很多不同的造型 她起碼看起來有180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不是CD嗎 CD咧 你會不給我CD吧 到最後才從這裡面 是的 就是她 不好意思 真的妳 終於找到CD了 但是聽完以後 我發現在裡面 那我聽歌的時候 我就有習慣 就是我就是要看誰寫的歌 誰寫的詞 就拿老花眼 然後看看 太厲害了 製作人張少涵 什麼張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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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在幹的 也沒有 但是就是說 因為這次我想說 剛好有自己的音樂 然後我想要去完成一個夢想 因為以前就是歌手 然後妳可能對這首歌的感覺 妳把它傳達出去了 可是妳卻不知道 一張唱片怎麼形成的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錢花了有點心痛吧 眼淚 我的眼淚 我的眼淚 對 其實做一張專輯 真的不容易對不對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也很幸運是說 有請到一些在這個行業 很棒的一些團隊們 還是可以輔助我一些 完全不知道的一些過程 是不是 對 其實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真的 有沒有道理 有…真的是 沒錯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也學習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不是說 過程裡面 我想要的是說 好像一個抬頭 其實不是 我要的只是說 我有參與這整張專輯 這整張專輯 它的故事其實就會很完整 對 這裡面 當然有妳的好朋友 吳清風 對 還有一個好朋友 吳克群 對不對 我覺得人很奇怪 其實我在想 藝人 並沒有真的很多時間說 會在哪裡 將聚 對 對不對 其實我們就是藝人跟藝人之間 有時候都是嗨 然後就拜了 對 然後也許在家裡看她電視 也許去看她的演唱會 也許去看她的電影 並不是這麼接近 但是妳因為去參加了全能心戰 所以就跟吳克群 更熟悉 不能說朝夕相處 但是就因為 就是因為經歷了某些事情 人就會產生一種革命情感 對不對 就是患難與共對不對 就妳永遠都不會知道說 當妳在遇到危機的時候 妳才會看到真正的人性 而同時妳也會得到一些 然後妳也會失去一些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也算是得到 因為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以前跟她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剛出道 然後其實那時候兩個人可能都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印象 但是我是跟著她走紅地毯 那時候北京的一個頒獎典禮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林夏 然後我們兩個都不熟 然後牽著手走紅地毯這樣子 待會兒我來問她 記不記得 來 妳這樣嗎 這首全天心戰在中天播出以後 我們接到很多的來信啊 然後網上都寫 全台灣最Man的男人是誰 烏克勤 謝謝 這女的意思想不到的吧 因為 其實全天心戰在台灣播之後啊 然後有很多 我就發現最近很多阿公阿嬤 對 說什麼 那就是像我們 有一個拍她的導演比爾賈 以前也常拍我 然後她媽媽就跟我通了兩次電話 她就說 我真的覺得妳很Man 妳這樣做很對 真的嗎 媽媽還打電話給妳 妳看這些熱血平派啊 然後我坐飛機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座舱長嘛 然後是…可能是長輩 然後男生她就說 吳先生 妳要不要喝紅酒 我要請妳喝紅酒 我覺得妳很Man 對 我在想 怎麼會這樣 以前覺得妳只不過是個偶像歌手 現在我覺得妳是個男人 真的 來…請坐… 我要介紹一下 全天心戰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很多藝人 不敢去參加的一個節目 她其實是紅的歌手 然後去參加 然後請紅的歌手的製作人 在那裡做評審 然後現場有幾百位的觀眾 他們來投票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 妳帶了妳的製作人 妳帶了妳製作人 然後有胡彥斌 有桃哲 有黃小虎 有孫楠 還有順子 對 還有一位 吳琳娜 對不對 她跟她的老公對不對 所以這 其實每一個人 在她自己的音樂領域上 都是叫桃哲了 比如說 就是都是很厲害的 其實當初找妳們去 其實我覺得像張少涵 當年是歌唱比賽 因為我覺得 可是妳曉得 當年是新人 當年是沒有名的人 我只想得第一 可是現在 再去參加很難吧 其實確實有一點 當時我記得 好像也沒有馬上答應 只是在過程中的時候 他們又再一次的跟我講說 他們希望這整個節目 可以傳達一個正能量 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想要做一些事情 除了就是 可以嘗試不同的曲風之外 我覺得如果可以在過程裡面 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不是只是流行歌手 我什麼都會唱 我們什麼都可以嘗試的話 我覺得它會是一個 很正面的音響 所以後來就說 OK 我就參加 因為胡彥彬來台灣跟我一起當評審的時候 他給我一張專輯 我說這專輯什麼做 他說 其實就是在全能心戰的時候 他說之前 他對做音樂都有一點點沮喪 因為唱片也賣不了幾張 大家好像 對音樂都有點平靈 唱還是以前的紅的歌 大家 就是對音樂沒有那個熱情 沒錯 他說全能心戰這幾個月 他說我什麼也不想 我就是跟一群人在玩音樂 怎麼樣把這個音樂 又不一定是我自己的歌 也許別人跟你出個題目 搖滾的 凝搖的 或者是戲曲的 我就在想 怎麼把它變化 怎麼變化 對 其實是很好玩 做音樂的樂趣 然後去怎麼樣去想你的音樂 花樣 那種熱情又回來了 對 無客群挑戰音樂結合戲曲 扮像娘威十足 她穿得很娘 那個女的是誰呢 後來發現那女的 是無客群 我每次看那一集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點 啼笑節奏 對不對 她有點好笑 穿她褲子穿點沙 很緊張喔 確實 而且她每次就會有那種 我真的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第一次嘛 她剛好抽到第一個唱 然後我們就想說 哇塞 妳第一個唱這樣子 然後我好像是最後一個對不對 對 我就說 怎麼會叫我最後一個唱 然後妳第一個唱 因為最後一個也很難 是因為時間很長 拉很長 然後後來看到她 第一個上去的時候 我回來我就問她說 妳那個動動動動的 那個剎那 妳會不會有一點緊張 她說其實會 可是後來就不會了 結果後來妳在表演的過程中 妳就覺得 就是這是我的舞台這樣子 妳知道嗎 我常常覺得 在妳那裡頭講了一句話 妳說走向舞台 或者走向舞台 我都覺得 走向舞台好難 就是妳真的要走向舞台好難 對 但是走向舞台 要美很難 是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 對不對 就像妳們已經是知名了 又站在台上 又要唱 還要被批評 還也不曉得誰會投票給妳 刺激 刺激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精彩的片段 張少涵給我的今天的感覺 她就是人格分離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是 可能是她太漂亮了吧 我的注意力很 被影響得很厲害 張少涵 張少涵 那人氣是爆棚的 大家為什麼喜歡她 我也不知道 我現場上一輪和這一輪看 她很努力在唱 但是跟用心唱是不一樣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比賽 其實看到這個節目 我自己回家 躺一下 我在 有時候妳覺得 妳知道嗎 其實做評審 妳有的時候 希望能告訴她一些 她所產生的問題 但妳又怕妳講的話 因為人家上來 像我們比賽都是素人 上來的時候腿都在抖 衣服都在抖 但是妳抖妳怎麼唱歌呢 如果妳不把妳情緒控制好 妳怎麼唱歌呢 可是 可是妳們 這個節目很特別 她 對 我不太清楚 因為她很 覺得大家 因為現場的觀眾 對妳的掌聲是很激烈的 對不對 她好像 我覺得 我不知道有一派人就覺得 妳年輕漂亮 是不是 好像 確實在現場的時候 是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 可是我又覺得說 我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就只是進去 然後我想要把我心中的那個 對音樂的熱情傳達出來 所以我當時就會覺得 我沒什麼好對她所說的話去回應 對 我常常講 像烏克群 你大概也經歷過 比如說出來長得帥 大家都說好像歌手 對不對 你要花更多力氣去證明 你會寫歌 你也能唱 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她很像 對 就她會 說妳假如是 比較漂亮的 比較好看的 她會忽略妳的能力 然後假如說 妳可能是比較 不會去打扮或怎麼樣的人 好像就是一定是實力派 可是這種有時候其實 我覺得是一種天生 就是大家彼此的一種認定 你知道嗎 就像在學校裡頭 如果你功課很好 好像你就不會玩 如果你很會玩 你怎麼會功課好呢 但是就是有那功課好又會玩的人 這氣死我了 而且還有長得更好的 我們跟你講 長得又好 又功課好 又會玩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一開始我們聽到一些批評的時候 最早一開始會覺得 有點受不了 可是後來是很享受的 因為我覺得 你當了歌手之後 你很少機會 真正聽到人家對你的批評 大家身邊的人 也會不想要傷害你 不想 不敢跟你說真話 但也許會有人跟你說真話的時候 你也無法接受了 可是你站在這個舞台上 你要去接受的時候 我覺得是滿苦的 不管對唱 然後對音樂 所以一開始我是很尊敬他們 每一個人 對 我們兩個都是 就是覺得 哇 你講我 OK 可是慢慢的到最後 因為是鼻子 然後慢慢變成是一種攻擊 或者是 已經不是在聊音樂這件事 已經開始 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覺得 怎麼不太對了 好 因為我看了戲曲那一段 尤其我知道陶澤 把他媽都搬出來了 那這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媽媽真的是 當年台灣的第一花旦 對不對 然後他從小也有一點點 就看戲的底子 然後到 然後我就發現 你已經選了那個 玩來在北京 對 你 我覺得真的很驚訝 因為我想 我當時選了貴妃醉酒 我想要選 在內地 大家直接聽 你們聽過的東西 然後等到我要比賽的時候 然後他們突然跟我說 這個在他們心中 這個不算是金句 所以我就馬上又在前一天 然後去找老師學前面的一段金句 因為我覺得 你要做就是要做到別人 能夠心補口服 對 可是呢 到最後他還是會拿這個來攻擊我 而且他穿得很涼喔 他是Amy的 那個真的反差很大 一開始他懵懵癮的時候 我在想他扮個花臉嘛 因為陶澤也是扮那個 我想那個是男 那是他 那那個女的是誰呢 後來發現那女的是五顆群 我本來要扮全套 你知道 原本我是想要像David哥這樣 就是整套 然後扮一個花膽 我是真的想 說不定很漂亮喔 對 但是我後來 你發現了你另外的一種美喔 你知道我那是 因為大家會想很多 然後跟工作人員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我要直接扮 因為都已經學了身段 要不要試試看 結果他們就說 這樣會不會人家覺得 你好像只是為了扮相 然後就是又會忽略 你要唱這東西 所以我後來想好吧 所以就是畫眼線 然後對 我自己 我每次看到那一集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點 對不對 他有點好笑 穿個褲子 穿點蝦 那個是因為 身體露是很難的 精神痛批陶哲 音樂拿0分 引爆吳克勤怒謊 當陶哲的分數打開來 是0分的時候 全場都沒有人講話了嗎 陶哲0分 吳克勤說 音樂是沒有0分 對 他氣到有一點 上去不要這樣 怎麼畫一個很涼的裝飾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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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的 比賽不是這樣 我每次看到那一集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點 啼笑姐妹 對不對 他有點好笑 穿個褲子 穿點蝦 那個聲音 聲音又是很… 很娘叫什麼 很女人 其實真的很厲害 其實那一段的表演 我是覺得每一個人 因為在平常 你不會去做這樣嘗試 不可能 誰比你 對不對 對 可是到了節目裡頭 你真的就是要去做 而且你知道現場有觀眾的 而且他們好像現場有特別請一些 真正是有 會懂得聽戲曲的一些觀眾 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那一集壓力很大 讓你們不是叫你們在比賽唱金句 其實是金句跟流行的結合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喜歡 因為對女生來唱這樣的歌 會比較困難 因為Key的關係 因為這很寬 那我們還是選這首歌 希望說來挑戰 Angela剛出場的時候很炫很漂亮 然後她耍那個很漂亮 我就想問問那個評審 我就很驚訝剛才啊 因為大家說都特別喜歡趙少涵啊 那沒事啊 喜歡嗎 可是咱就是唱歌比賽啊 可是咱就是唱歌比賽啊 同志們 趙涵今天的這首歌 到目前為止 之前的所有的歌比較 最不像戲曲的一首歌 你們是評審 知道嗎 你們在站在評審的立場 去拿那個你們那個分數器 我想要講一句話 金文玲老師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這是一個比賽 假如它是個比賽的話 不會有人比完賽之後 一直轉過去跟評審說 你們要堅持啊 你們要做什麼啊 不會的 不能夠去討好評審的 不能夠去問他們要做什麼 這是應該要做的 這才叫比賽 What 我是一個做音樂的人 我覺得別的方面我都可以 讓我坐在這兒 我就要說我自己想說的話 這是肯定的 片戲曲 我知道我唱得 一定不會比任何人好 但是我肯學 我也肯挑戰 我覺得音樂 其實沒有對跟錯 音樂就是在你心中的那個旋律 什麼樣子是感動你的音樂 那就好了 今天站在這裡當然也知道 一定會有離開的一天 但我覺得得到的是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了很多很真誠的東西 我一直都是抱著這樣子的心情 永遠不要放棄 否則對不起自己 我從剛出道的時候 一直都跟自己這樣講 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放棄 我們兩個的心態應該一樣 我們很坦然 我雖然進步了一點 但是我還有很多要學的 原來 是可以很多人 給你批評 給你批判的 但是這些不會影響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喜歡音樂 真的有話想說 真的會把那些話 變成音樂來說 所以 走上台很難 走下台更難 可是 我們不會放棄夢想 就算一路守著我 我們不會放棄鼻子 就像你不放棄我 敲打著浪漫的街 讓全世界聽見我 也許淋淋淺的光榮 需要黑暗來路透 最短的路也形容盡 這一生都不變 默默地問我給我 對 昨天我在看這個單子的時候 其實你們兩個後來你是回去 幫他唱這一... 對 從你一開口唱 我就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 再回這個舞台 還要再唱歌 然後你們兩個選了一個 這麼難的歌 對不對 我覺得你的Key還特別要降低 因為要配合他的聲音 然後兩個人站台上 就是奮戰 就是講了我們就是玩音樂 我們沒有別的想法 你再給我批評 其實只是激勵我 我覺得人有的時候 潛能無限 但是我們有時候都會懶惰 就是有記得的 然後這個激發女 我今天就是站在舞台 你們兩個像就... 那是我在整個比賽裡面 我到現在常常有時候都自己 在YouTube或在哪裡 又重新聽 再自己看一遍 對 因為那是我 我當初在寫這首歌的歌詞 我就想到我們的 這樣參加十幾集 然後的所有的經歷 這三個月 然後很多的心情 我在想你的詞 怎麼跟你們倆這麼合 因為我當時寫的時候真的 因為寫歌有... 有時候你寫歌 寫到一首好歌 或者是你寫一個詞 你覺得很有感覺的時候 你會起雞皮疙瘩 然後我寫完之後 我就整個起雞皮疙瘩 我覺得我當時所有的心情 還有我覺得把兩個人的心情 我就覺得 不管全世界阻礙或怎麼樣 你不會容許自己的心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很酷 然後我寫了歌 我好快傳給你 然後他看到歌詞的時候 他也是跟我講說 他覺得那歌詞其實很棒 只要... 只要我的勇氣在 對 對不對 其實藝人有的時候 成名了以後 就像絲花瓶一樣 很容易碎 心都很容易碎 那平常也... 人家也不太會講 就像你講的 你胖一點大家也說 氣色不錯 不會說你... 不會講那麼導演的話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出一張專輯 還不錯 主導歌很好聽 其他的 對不對 其實沒有人想當人家不喜歡的人 可是那個舞台有點血淋淋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 這是你們兩個 演藝事業當中 大概最赤裸裸的一次 不是說沒穿衣服 是 很赤裸裸的被站上去 被批判或者是被... 被考驗這樣講好了 因為觀眾還是要投票 沒錯... 所以他其實為了我們 改了很多次的投票的形式 因為現場的觀眾的確 他們第一集的時候 他們覺得太多年輕的朋友 所以他覺得年輕朋友 可能會比較偏向我們 然後或者是投他太多 所以呢 他們就也有抗議了之後呢 後來就...你會發現 後來每一場的觀眾就是 年輕越來越大嘛 就也有外國人 然後也有...對 都什麼都有 各種不同年齡層次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甚至有公平有不公平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我們兩個最後的希望是說 我們在裡面 不是要去爭那個冠軍 對 最後是能夠留一些東西 像寫One Day More 也是想要留一些東西 告訴他說 你們也可以 電視機前的朋友 你也可以做到 我又想到胡彥斌講 他說這幾個月 我們就在音樂裡面 然後在音樂裡面 又找回了熱情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對一個歌手來講 是多重要的 謝謝你啊 金老師 對 可是你知道 歌手有的時候的熱情 是有時候會被掌聲模糊了 沒錯 對不對 大家喜歡聽我這個歌 我就唱這首歌 我就唱了一千遍了 我覺得 就沒有那個熱情 不過你們站在台上的時候 有一種我要征服妳 或者有一種以前唱歌的那種感覺 是 妳要聽到我唱歌 對… 所以我是覺得在過程裡面 我自己都也玩得很開心 就是說 當然 對我來說 他們會不斷的跟我們講 這是一個比賽 它就是一個比賽 所以比賽你要遵守規則 而且你不要忘記了 它是一個比賽 你知道現在台灣最紅的一句話就是 我們 不要只想到贏 我們要想到不能輸 對 不能輸的意義在什麼 就是我的表現 要OK 要做得更好 我要對得起我自己的音樂 我要對得起我自己的表演 沒錯 你的個性 真的被逼出來了 因為 我覺得 其實那一段時間真的讓我回想到 我一開始 最早的時候 躲在板橋 然後自己家裡面 在那邊寫歌 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比賽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給我們一個 回到原點的機會 對 但也了解到 做人 不管你做藝人 你做什麼行業 對 人的品德是最重要的 而且 我覺得人 其實 當藝人是要經得起任何的狀況 你不覺得 在舞台上的表演的時候 情緒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是 我覺得 你講得最有意思的一句話 就是當陶哲的分數打開來 是0分的時候 然後 我就在想 全場都沒有人講話了嗎 啊 啊 陶哲 0分 陶哲 0分 陶哲 0分 吳柯晴說 音樂 是沒有0分的 耶 你好敢講 其實那個是一個 很 很奇葩的狀況 那個真的 大家都沒有想到會這樣 然後 我們看到的時候 0分的時候 很多人說 他們這個是不是彩排好 我說應該不會 還真的沒有 還真的沒有 因為我看虎克群講話 有時候氣到有點 上氣比較有 你知道嗎 英文都快出來了 而且我講的時候 我那天那麼生氣的話 我絕對不會化那個妝 我每次看他都覺得 怎麼化一個很涼的妝 然後他就這樣 What What 然後我在看自己都是這樣 而且他也是化得隱隱綠綠 我覺得 不是很好 是他之前跟我說 你知道嗎 你的表情真的不要太明顯 不要那麼明顯 不要那麼明顯 因為我可能有很多 翻白眼的那個狀況 不是 因為你眼睛很大 每次人家講 你說好大你眼睛 然後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真的太明顯 不要這樣… 然後結果我後來 我回去看重播之後 我就說 其實我覺得你那天 畫那個眼線那個 是比我誇張 吳克群一望紅毯牵手情 張少涵實在好受傷 他說他跟你在北京 有這樣走紅地毯 你記得嗎 那時候我不太記得 他後來來一次 我感覺你不記得 人家給你 走紅地毯耶 你怎麼來就怎麼回去 女生被男生說不記得 真的有點傷傷 真的 對 對 你們那個那次是真的 就是反正發生了這樣 長久下來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氣 對 然後到零分那時候是 已經覺得有點 Too over 對 不可思議 怎麼會是這樣 而且其實我覺得我 我做人是會給別人一次 兩次機會 我想要了解他為什麼 對 然後第一個零分給了陶寺大哥 對 給了之後我就想說 好 那也許你決定 你要這樣做 你給三個零分 或怎麼樣 但是第二 到第一關的時候我們唱完 我跟小琪哥唱完 分數就比較高了 對 其實我那時候分數好像是第二名 然後滿高的 馬上第二個零分就到我這裡來 然後我就掉下去了 然後後來David哥又上來的時候 第三個零分又到他 那我就覺得 那這是一個方法 想要得冠軍的方法 我就覺得這不公平 是 所以我才會跟他講說 在他心裡 就是想的一定要贏 不能輸對不對 是 剛好跟我們的句子是反過來的 對 我們想的是 不要只想贏 就是不能輸 其實是這樣 沒錯 當你看整個節目的時候 最真實的是 就是後面那些觀眾 對 你不覺得嗎 他們聽你唱歌的是表情 看陶哲被零分的時候 他們的眼淚 對 因為這個是最真實的 這不是有什麼評審老師 我覺得那些 因為你唱歌是給他們聽的 那他們的感覺 你很棒 這是很重要 他們覺得給零分他哭泣了 他覺得捨不得 那也是最真實 我覺得陶哲也真的不用 那些眼淚 就值得了 對不對 其實到後來 有點激烈 當時很多人都有 馬上現場都有反應 就零分出來的時候對不對 對 然後可能只是 我不知道可能最後出來的 其實大家可能看不到 現場一些狀況 可是在我們當現場的時候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他還是有一兩個鏡頭 要本來打氣 對 叫他打氣 不過出來的時候就是 已經有信 但是現場的時候 其實是有 上百個人在有點虛 然後罵髒話什麼的 是滿嚴重的 然後我們最後 就一頒完獎 然後冠軍 然後大家就是 集體快點出戰 因為已經快要 就是大家快要控制不住情緒 對 原本有慶功宴 後來也去世 大家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我也應該覺得 因為大家 每個人進了後台 都有一種 就是 很無奈 也不知道怎麼 怎麼去形容那種情緒 因為你怎麼可以 給音樂零分 音樂是沒有零分的 對啊 後來就很 對 也要謝謝 這樣的狀況 第一 有這樣的狀況 你們知道自己的潛力 但有這樣的狀況 知道 吳克群 妳是我的朋友 對不對 我覺得像 有的時候像小虎姐 她就那個大姐尊 妳講嘛 我看妳能講到什麼樣子 她就是自己拉的性子 就說 妳最好不要繞到我手上 小虎姐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表情都好 好有趣味 對 非常地真實 真實 對 真實 我覺得大家看到的 可能只是大概一半 十分之一對不對 還有好多 好精采的畫面 對 有很多的內心 對不起 各位觀眾 我們只能聊節目上面看得到 但是我真的覺得你們兩個是學到很多東西 對 我也覺得對陶哲來講 他也是學到了很多東西 所以人都是不經意是不長一智 你們兩個現在都自己當老闆了對不對 對 對 好 我剛剛也是說很辛苦 是不是 對 因為她要發專輯之前 然後我們除了寫歌幫她寫歌之外 然後還有討論一下 就是要當老闆 然後她要做 她什麼都願意去做 因為我覺得女生要做一張專輯 其實是不容易的 然後她那時候讓我聽到她做的歌的時候 就覺得 你是真的有心在做這件事情才能做得好 要不然只是掛個總監的名字 是很好用 對 沒有意義的 可是真的去做的時候 她是會把自己累死在那裡 其實你聽她歌的時候是她第一張 什麼遺詩 遺詩的美好 對不對 那時候你就注意到她 她說她跟你在北京 有這樣走紅地毯 你記得嗎 我後來有跟她 你記得嗎 那時候我不太記得 然後我 然後我 為什麼你不記得 人家跟你走紅地毯 不是 那時候你知道男女瘦瘦不欺 那邊 你怎麼 男女瘦瘦不欺 人家是張宇蘭 真的耶 因為那時候我們兩個都是 算新人 然後我們要 你只顧自己的頭髮對不對 不是 那時候我好像將軍令吧 然後我就要 因為她後來給我看微博裡面 就是歌迷PO的照片 才發現我們那時候早就已經牽手 然後要走紅毯這樣 對 一起走紅毯 可是我們兩個那時候又不熟 對 超不熟 大家都是你好 你好就牽手 對 因為就是 要走紅地毯 對啊 總不能大家大搖大板 所以各位 照片當中牽手 真的 她有人根本不記得 女生被男生說不記得 真的有點受傷 我跟妳講 遺失的美好遺失 遺失的美好遺失 我唱歌 不是為了討好某一個人 我是唱給大家聽 對 我覺得很重要 唱給大家聽 好的音樂要帶 所以這個討好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給妳的靈感對不對 對 因為我跟她聊天的時候 就是經過那一次我們 第四集 《全民心》那第四集 在她吵完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我發現 因為她是很個性的人 她覺得不喜歡的人 她就不想要看 所以她就會翻白眼 然後她眼睛又很大 所以她就這樣 然後我就在旁邊跟她說 因為拍到 我說不好看 妳這樣感覺很兇 她說幹嘛 我只來這邊唱歌 所以我就覺得 那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 她不想要討好任何人 她希望能夠把事情做好 可是她不會去故意要去討好妳 所以我幫她寫這個歌詞的時候 就在寫說 我何必討好 愛了就愛了 不愛的話我何必 我們還要討好彼此 對 真的不錯的一首歌 所以《全民心》那你看多好 記住你們這麼多創造力 是不是 真的 所以今天呢 最後他們兩個人呢 又要攜手唱了這一首 吳克群寫的《討好》 讓我有十分來敵 也許我不算太錯了 但愛也不需要處處刷進心境 哪有何必 我不要求妳為我改變希望妳 希望彼此能夠真實而已 希望彼此能夠真實而已 如果妳累了就說一句 請不要給我所為妳認識的客氣 那又何必 愛都愛了又何必討好 愛都愛了又何必討好 錯都錯了又何必討好 錯都錯了又何必討好 你希望我像一隻貓 但你知道我做不到 痛都痛的又何必討好 錯都錯了又何必喧囊 錯都錯了又何必討好 錯都錯了又何必討好 妳希望我像一隻貓 但妳知道我做不到 痛到痛来又何必讨好 错到错来又何必喧闹 如果爱情是场风暴 我们让风停停 好不好 好不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 又看到了演艺圈 一对好朋友 张超海我不客气 男的帅女的漂亮 她们两个可以算是 偶像级的实力派歌手 她们两个原本不是很熟悉 因为一起到 那地参加全能心战的演出 几个月的时间 互相成了好朋友 其实这一次她们参加全能心战 我是一直都知道张超海 个子小小 可是永远很倔强 看起来弱弱 其实非常坚强的女孩 不过今天 我一直在想 客群跟张超海 去参加那个节目 的确是一个考验 对于一个很红的歌手 很难听到负面的声音 也很不愿意接受负面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 做一个艺人 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而且参加这样的演出 让客群跟少海 都有了在座音乐的热情 客群为少海写了歌 少海演出了新的专辑 但看她们两个的演出 我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艺人 走上这个舞台 很难很难 如果有一天要走下舞台 我是很难适应的 但是如果有机会 再走上这个舞台 我就更需要勇气 我知道我不完美 客群跟少海 我其实很钦佩你们 年纪轻轻 靠着自己的能力 战胜舞台 又唱又演 又写又制作 我觉得很不容易